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阿世又清盘 ATV转战基顶盒今年初推出首部电视剧《逐流时代》 今年5月时,官方YouTube Channel 出了一条6秒短片 名为《逐流时代200万家观看人次,感谢支持》 28集平均每集,约有7万多人次看过 除了《逐流时代》,《非天爷爷》是不清楚 ATV转战基顶盒之后有过些什么 但总算有一套是记住不了的 开电视,有高达2000万重金买下来的内地剧《狮子山下的故事》 还有《黄牌外扣》节目《空间改造王》 后来因为《非天爷爷》多留意了三台收视 之多了一套黑金风暴 虽然以上电视节目《非天爷爷》通通没看过 但至少令我知道这两间电视台 有过什么剧集或节目 以新电视台来说,算是交了一张可接受的成绩表 虽然记者也有用过TVB作为踏脚石帮他们做宣传 但慶幸也不算滥用 例如《逐流时代》宣传上曾用过 《默明斯》拍《黄德斌》 《咩重非》拍《亚士自家剧》 《眼坎无线》《今宵大夏2》 但《非天爷爷》更有印象的宣传是 戚奇艺《默明斯》水着派福利 《默子洛玉博》《默明斯》30秒天台激战 以及累计收汗的人次多少多少多少 这些都是《逐流时代》本身的卖点 戚奇艺是电视界的名牌 有过很多神剧级的作品 就像当年金国梁 《非天爷爷》有一段时间打开MyTV 就是输入金国梁 逐一看她的作品 《河霸默明斯》话题女王 香港小姐冠军 《女星水着》始终有新闻价值 还有天台激战,兼力十足 虽然一集平均七万多人次 未够一点收视 成绩不算很厉害 但肯定收视上有所增长 否则不会出片搭借观众 证明不用靠踩TVB 靠剧集本身的卖点 都能吸引到观众 开电视的空间改造王 更加从来没见过 撑TVB的什么 长期都有三点以上的收视 《狮子山下的故事》 至少我记得 二千万买回来的 电视台一定对于这套剧 充满信心 觉得物有所值才出二千万 《狮子山下的故事》和《黑金风暴》 没有借隔离台排山倒海踩TVB宣传 收视都有两三点以上 开电视和ATV 没有隔离台那么好云 得到港媒无条件的助攻 新闻远比隔离台少很多 但靠自己的节目 作为卖点 都有比隔离台高收视的节目 开电视更加曾经 用收视作宣传 跑赢了隔离台抽抽水 甚至弃然自己收视上升时 TVB才不再宣布收视 开电视很满意自己的收视增长 开电视一线搜查 和隔离台的MM730 推出的初期同样抽过TVB水 又是什么 撑TVB的东张西望 不过一线搜查已跑赢了MM730 港媒为了帮隔离台 多年一直狂踩TVB 老人台、老土、脱节、炒冷饭 总之一民不值 正如之前一集 《非天爷爷》也说过 这些是帮倒忙 朋友家里养了一只小狗 在厨房门口放了围栏 结果一只小狗跳过去 朋友的朋友问 围栏有多高呢? 朋友说也挺高的 到他腰 我忍不住留言 其实到你腰不算高 因为我朋友本身是不高的 我男朋友很高的 有多高呢? 高于曾志偉 都高于斯君 对不起两位 拿了你们做例子 我男朋友很高的 有多高? 高于袁文杰 这才叫高 一方面把TVB踩到变齿饼 然后就说隔离台比TVB好 根本就是侮辱隔离台 不停地说香港小姐有多丑 然后就说半路面小姐是原姓香港小姐 既然你说香港小姐是丑八怪 比丑八怪都一种成就 大家千万不要说我比丑八怪 英俊 我真心生气 隔离台2016年开台至今 为什么收视仍然低迷呢? 开电视迟一年开台2017年 但已经出post 跑赢了隔离台 一天都好 没有港媒加持都赢了一天都好 南团休团两个月 新剧出山 港媒仍然要用踩TVB来宣传 开台六年多 仍然炒冷饭用踩TVB来宣传 前一两年 飞天逸逸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后来合力煲红南团后 港媒就不应该再炒冷饭 甲月两人各自开餐厅 为了帮甲的餐厅宣传 在前面四处宣承 月餐单多么老派 多么没有新意 用料多么差 炒冷饭ど么有 令人不想照顾月餐厅 有些人可能被煽动成功 就真的不照顾月餐厅 但还未知道搭餐厅有什么美味 结果去了阿炳的餐厅 有可能吗? 偶爾都會見到類似的留言 當然看隔離台只有 153 才喜歡看女生賣弄性感 不是單一網民留言 非天爺爺看了N次 我想起半露面小姐令人噴血的三點式性感照片 比堅尼真是好見 比這個斗令鞭更加斗令鞭 才藝表演 T-Bag 跳鋼管舞 還有去年全女班的選秀節目 上身半裸一邊胸只貼了小小塊的黑布 尺度之大一點都不簡單 放心,非天爺爺是不介意看這些 我不是譚道德的朋友 自稱是隔離台的支持者 竟然沒有看過 甚至不知道隔離台有過這麼性感的演出 非天爺爺是靠廣媒都知道 支持者竟然不知道 唯一的原因是把口說支持 但根本沒有看甚至少看 就是那些喜歡看狠批粵餐廳言論 把口說支持夾餐廳 但身體去了阿炳餐廳的人 2016年隔離台開台至今 都沿用這種集中踩 TVB 為隔離台助攻的手法 是幫隔離台賺了名氣 但幫不了隔離台的收視 隔離台的收視一直疲弱 假如 TVB 節目是炒冷飯 但 TVB 的冷飯是有市場的 反過來,港媒炒冷飯 幫隔離台宣傳的手法 一直都沒辦法幫隔離台炒出收視 六年多來還未醒覺 今時今日仍是樂此不疲 大頭那位是否應該叫停呢? 回到正路吧 正正經經介紹隔離台節目有什麼賣點 有什麼好看 例如製作上有什麼值得留意 幕後有過什麼精彩的作品 會不會是金國亮的2.0 戚奇異的2.0 故事有什麼賣點之類 不過,飛天爺爺發現 開電視近來都似乎有樣學樣 走隔離台的舊路不停抽 TVB 水 小心,你明明有個收視比隔離台高的紀錄 你手上沒有藍團一個夠全家 現在還可以勉強說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但當你的就是青春很幸運地 跑出幾個有叫助力的歌星 開始有能力搶走藍團廣告的時候 你就是別人下一個的敵人 喂喂喂喂,又說TVB? 有沒有其他東西說的? 有,來我另一個頻道吧 《視者讓的飛天爺爺》 連結就在今集節目結尾的畫面 左下角就見到的了 記得訂閱哦 Hello,我是飛天爺爺 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錢的斜光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拜拜